这样的竞争方式 尤其是在体育馆一面 一个球台来打 万助瞩目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赛 同时也是 从正强的角度来讲 对这次比赛的成办 组织工作也非常好 观众也非常热烈 场面也非常激烈 所以从几方面都达到了 一个很好的效果 是 所以这次比赛的成功 就在于赛事也好 组织的也好 承办的也好 球的质量打得也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马龙马林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说马龙取胜的话 将获得第三张花黎世平赛 男子单打的参赛资格 如果是马林取胜的话 那么这个组将要进行 二次循环比赛 改成十一分 十一分至一局 来决胜负 今天的第一场球 可以说马龙跟 一样的话 还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可以说是 金星动魄吧 是 从马龙来讲 其实我看 从镇江整个体育馆来讲 都是他的一个主场 因为他的教练 也情之间是来自于镇江 所以镇江的观众 许多观众都希望马龙赢 所以产生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 现在从老将马林的角度上 应该加强一些速度 因为直拍选手 光算计 光靠想肯定还是不行的 就是要靠这种快速 灵动 灵敏 才能够找到一个 最佳的一个竞技状态 会越打越好 循序渐进地 去发挥自己的几战术 就是作为马龙来讲 老队员 这样的比赛对他来讲 确实是个很好的考验 前段他也有伤 但从今天地产上去以后 他对延安来讲 他还是比较尽力的 实话说 你包括王浩 真的 昨天王浩的发挥 和王浩的场上的表现 也是我 平时很难看到 这样的一种 投入和发挥 是尽而立的 没错 王浩的 昨天的表现 也是值得许多人称赞 对 而且从马龙这样的打法 他直板 而且随着年龄的升大 那么他等要求是更高 因为从直板角度来讲 直板需要算计 那么算计一面 他需要去 很好的一个 这种体能 体力 同时需要精力 其实冰方球运动的 这种体能的消耗 不仅仅在球场上 而且关键还有精力的消耗 没错 刚才如果马林赢了延安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谁赢谁出 但是马林输给延安的话 这场比赛如果马龙赢马龙输 马龙输还要继续再打 我记得称道是我们的老队员 比如像马林这样 他在场上不管是数以英雅 但是全身性的在投入 这种精神是可嘉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在江苏镇江举行的 镇江新级杯 中国南京终极 巴黎市兵赛选拔赛 那么在我们的背景板这块 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镇江的这个名片 镇江一座美的 让人吃醋的城市 而我们的队员呢 也通过这两天 这个比赛逐渐对镇江的天气 气候 现场的比赛的空间 灯光都有了很好的事 对 而且由于这个组织工作 观众比较热烈 组织也很好 所以大家对这个组织上面的工作 也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责任 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这种技术 发挥出来展现给观众 其实今天他们这个小组 是最难的一个小组 可以说是实力的也比较平均 对 看 9 5 8.8 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再看到 他们直板对横板选择的队里专门 应该说像尤其马龙这样的球 相对回合看的不会太多 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多 他要回合多马林就吃亏了 对 他不像横板对横板 回合比较多一些 他主要是靠巧 靠变化 其实直板选手 有时候他的想法跟横板完全不同 不同点 比如直排选手 他最希望我一板发球就发死你 别过来 就是一板 我就是发球就像老球的A4球 我就发死 得分 如果你接过来 我希望是机会 是高球 这证明我的发球有绝活 质量高 能够在第一板的抢功 就得分 最多我再扶你一板 对 直排选手 他希望到三板 前三板 最多四板就居住你死地 就要得分 不然你要打到后面 他相当于被动了 很多人都说直排选手三斧头 但是这三斧头一般人是过不去的 如果能冲破这三板 那么证明这个横排选手 是具备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这种球很多人往往会觉得 怎么突然高球会拉不着呢 其实往往的比方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这种情况是怎么没有准备 因为没想到对方会接发球 突然会接高了 这种观点的时候 所以往往有时候感觉突然 这个时候一突然一紧 反而会拉丢了 因为本来是机会嘛 我们看到双方打成了酒瓶 好 好 好 有閃光燈嗎 剛才可能場外有閃光燈 所以可能把您清理一下 因為乒乓球比賽如果用閃光燈的話 他瞬間會對運動員的比賽 所以球會受很大影響 來看馬林的發球9平 這個球馬龍還是抓住了一般直板旋的弱點 首先給振手 給完再揮反手 一般打直板就是這樣 所以他也擋大 直接給馬林陣手了 馬林本來還想測身 結果給那個陣手把丟了 馬林這把揭發球判斷得很準 但是拉的時候呢 太小心了 射得比較薄 而且沒有摩擦住 所以導致擦往出界 現在雙方第一局打中十平 馬林呢 要想贏下比賽 就必須要靠這樣的球 小球先能够摆住 摆转之后 正手的全台抢拉 但这版全台抢拉 其实对于马林这个年龄来讲 要求难度还是非常大 对 现在双方打成习评 看马林比赛真慢 一般到这个时候 这种球啊 双方实际上是很大一部分的打心理战 就是从发球到落点 对方都想好的 那么另外一番接发球的人呢 就想他会发什么样的球 都在猜 所以到关键的时候 去运动员就这个时候是 不仅是技术 他的思想心理 斗志都有 马林那个经验啊 特别足 对 一个劲的放慢 节奏放慢放慢再放慢 对 其实有些时候 你要是像那种特别勇猛 凶猛的运动员 给你磨磨磨磨磨一会儿 你就没劲了 就没激情了 对 十二平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主开音乐院的场上 就是心里了 达到关键的时候 心里的因素 战术的因素 要高于你技术了 因为现在两人的心里 就是马龙的要求应该更高 因为马龙要赢才能出现 马龙如果输 这个组还要进行第二次循环 马龙测身反拉成功 这个球他算的是很好的马龙 但是很可惜 好像是擦往出界了 擦往出界了 但是他这个测身 等着马龙这个反拉 这个难度也是超大的 因为对方已经是发力进攻 你再去以暴制暴 如果之前的这把球 能够调动马龙的正手 也就给他打开打出空档了 我们看到马龙在关键的时候 还是非常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手 因为他不用正手 他就死定一条 所以想方设法地拉起来 突然质量高与低 你只能在一个进攻的一个角度 那么对方会欢迎一些 如果你在一个反手被动的话 尤其纸板来讲 他就很难 黄铃 我不知道你看什么没有 现在马龙是打得持久战 对 很慢才打一个球 他按自己节奏在走 对 他自己也能喘口气 也能歇一些 这个时候 一般关键的时候 谁先擅手 谁抵动 我们看到前两个球 马龙都是主动用正手 在擅手拉的 那这个球 马龙先擅手拉起来了 反过来马龙就被动了 所以关键是要 只要正手感先擅手拉起来 就获得主动 马龙确实手感非常好 哎呦 我们看这球 马龙确实手感非常好 另外我觉得马龙啊 在这局比赛当中处理的有些小心 有一些他的实力球 正反手的衔接 包括主动的进攻 这种球还是比较少 双方打成14平 这个球我觉得就是惊艳了 非常大胆侧身 侧身以后对方发的球 也是在小三角不出台 敢挑 而且这不挑呢 他缓了一下 黄桃的还是 我们如果有曼廷淘 这个技术是要求是比较高的 经济比赛 哦这样16股 马龙拿下了第一局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们先为您介绍到这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 2013年中国足协超级杯广播宏大 将出顺天的比赛 本场比赛 我们将会在足球赛事之后 为您继续延时播出 感谢黄领队 我们稍后再见 只要给他一点点机会 只要给他一点点机会 他就能够 好的 漂亮 他这种球就是一种算计了 他等在那的 就更判断 是要长时间的这种培养才能够 也是一种灵感 对 因为他在刹那间的这种 突然启动 突然反应 自然反应的 所以开局2比2 正手短的 马龙拉起来 拉直线 我觉得现在黄领队 马林就是需要强势进攻 需要强攻 需要加速度 加质量 哪怕有难度 因为第三局 一旦你压不住马龙的话 那形成这种局面 很废重 一旦相识 让马龙架冷了 思你 对 而且从这一局表现来看 这个马龙 我们要注意观察 马龙给马林震手 比较多 震手位 先去震手 再回反手 这个一般是打直板的 一个 一种战术 所以马林 有的时候可以传口气 但有的时候不能传气 现在闭着眼睛 都要往前冲 我们看到马林仙也加强了 紫进攻 不管如果正手测不了身 反手他也在发力 恒拉 恒撕 这个技术 如果他一过度的话 就要背动 这个球背动 这球马龙反手的抽杀 特别纯正 拉足了力量 拉实了 在拍子的中间部位 带有撞击和摩擦的 双重力度 后直线 这一局我们看到马龙 打到现在 他去震手位 有三个去拨过发球 这样就使得马林 不敢轻易侧身 这样就把马龙锁住了 因为他前面变了几个震手 包括刚才发球 偷了一个震手以后 都得分了 但是马龙一旦 稍有一丝的松懈 或者掉一轻筋 马林这位老将 是很快能够翻身的 现在马林落后三分 来 又给震手 这一局马龙就要成功点 他就给震手 掉先掉震手 再回反手 当你不敢测身的时候 他再给你反手 再来回震手 从战术上来讲 马龙这一局 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特别开局的时候 给震手比较多 再压住反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局战术 马林侧身就不太敢测了 因为他老掉了他净手 就把他锁在中间 这样的话 被玩手空弹出来了 哎呀 打成了一个 有教学意义的一个动作 打完之后动作很漂亮 这样马龙齐米五 拿下第三局 马龙和马林的比赛 现在马龙是二比一顶先 老林侧阳 现在看来这个组 也就是说 老健马林 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咱们也看到这种 个人能力 包括球脚下的步伐 手法 这个马林和他的 鼎盛时期比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其实老林侧阳 我们说他 为什么会技术下降呢 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跟人的这种 体力精力干涉 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要 如果打一局 保足了 精力 精力全部的那么好 这样他不会说是 那么不占便宜 但你要打好几局 他的精力 长度不够 对 它也影响到体力 那么他的意识 是很好的 他能判断得着 但是有的时候 即便判断完也好 看得见 他脚不可能上不去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直通巴黎 第52届市平赛 中国南拼的 终极选拔赛 这组是第三组 马龙 马林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马林是一负 马龙是一胜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马龙取胜 将直接获得 巴黎市平赛的 单打参赛资格 也成为第三个位人选 就是继许欣和张继柯之后 第三个拿到市平赛 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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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查编了 马林也是一时查编 这是我们永远的一种 职业控格和职业素质 是 全场给马林是热烈的掌声 因为这个球其实是一种微擦 它擦得并不明显 甚至说肉眼都看不太清楚的 没办法 如果打成这样的相持 确实马林要难一点 因为他的烦扰他怎么推 无懈可击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直排选手打得越漂亮 他可能到最后输的 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先把教练吴敬平要的掌声 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看 从我个人看起来说实话 其实心里面有许多的想法和感受 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马林有点老的 马林他们这样的运动员 他们就仍然这么敬业的掌声 不放弃 这点让我一直很感动的 很不容易 即使我觉得马林拿不到参赛资格 最后教练手上不是还有两个名额吗 也可能会考虑他们 因为作为世界大赛来讲 马林这样的运动员 他可以拿冠军 他可能能力上的确有困难 可以作为轻道夫 可以阻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扫清障碍 再一个作为一个老英 他队伍的这种名预规律 和他们的思想的影响 也是比较大的 也是年轻队员也需要他们去带的 4比2 我们来看马林暂停之后 连得了2分 现在从场上的整个局面上来看 马龙是有压倒性优势 但是老将马林在0比4落后 叫了暂停 还会有一些新的手段 因为马林就是这样 所有比赛 他把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 即使很困难 他不会放弃 马林得3分 眼看着这比赛 已经走向绝望的边缘 马林还能够起死回生 这个球前面马龙已经失误了一个 他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这个时候拧的话可能落点要变化 4比5 拉球发了一个侧旋 马林把球轻轻拖了起来 没有加旋转 马龙在反拉的时候对旋转估计不足 不太转所以拉球下网 现在马林必须要顾及到马龙总是给他的正手直线位 所以刚才这个节奏他脊量发得不好 发高了 所以被马龙用反手撕了一个正手 6比5 跳往6比5 哎呀 王队队你觉得 可不可以发明这样一种打法 比如你看 调动马林的正手之后 马林拉完换左手 拿出开子来 直接左手正手进攻 其实有很多说法 我们也研究过 如果你用左手 其实没有一只手快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右手 要把球板换到左手去打 瞬间换板的时间很慢的 不如直接过来用右手 其实有人也专门练过这个球 对 还是来不及 还是有点慢 对慢 要换板一定是比一只手要慢 是这样 现在比分是7比6 马林在0比4落后 但是在不经意直接就把比分 追了上来 机会 机会球 这个球在跑动当中 马林的脚下步伐 还没有完全能够站住 所以感觉是像啪在上面打的 因为今天啊 这个比赛现场呢 江苏省乒乓球队 还来了80位小运动员 来到现场来看比赛 从南京坐汽车 一个多小时坐到镇江体育馆 所以这一场比赛 对整个这个江苏省镇江市 整个这个乒乓球的推动是巨大的 是的 其实镇江它是一个乒乓球 有很好技术的一个城市 它曾经涌现出了 从此间范英伊纳 它是一些运营员世界冠军 包括我们老的张欣凌 过去的我们女队主教练 世界冠军 也是来镇江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 业余体校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大哥哥大姐姐 说是江苏省专业队 我记得她名字好像叫曙光 还有谁 然后呢和我们分别过了过招 哎呀那几天兴奋的 回家就所有人都说一遍啊 就我今天跟专业的女人破招了 这个我觉得太幸福了那种感觉 极宿都睡不好觉 所以从小其实有那天 我们去在镇江去学校的时候 马上就来我和国梁 我们的车上就在聊 确实小时候 但是我也讲 我们每一个人偶像目标 这种励志作用是很大的 板业作用是很大的 我说我小时候 我最记得当时的 专业动物球中会 到昆明的时候 一个小学去打表演 给我们一辈子那么记得 包括国梁也说到了 当时她到了国家队 来看江苏省他们打球的时候 哎呀那种羡慕 羡慕那种板业那种崇拜 他想我以后 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训练 都是有激励的 是 而且呢 这也是心里一个最大的目标 所以奋斗的一个动力 好 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现在比分是7比9 马林落后两分 局数是1比2落后于马龙 好球 现在马林啊 必须要有些超长的手段和发挥 甚至于有巨大风险的一些 出入球方式 现在必须要用了 再不用没机会 马林推住 拱住 马林操针 这没办法 就是马林做到想到 也打出了自己的行风 但这球呢太正了 被马龙顶了一个直线 这个测身以后 很多点拉得也不好 如果他测身以后 能拉中路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那么快的速度 他在这个瞬间来回的推了以后 要侧身你还要拉中路 他的角度各方面是否能跟得上 所以这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漂亮的 虽然马林输掉这场比赛 但是马林也是竭尽了自己的权力 并且双方后面出了 极为精彩 赏心业目的一场比赛 这样的话 马龙也在第一时间 获得了参赛组资格 开赛以来 由许欣 张立科 马龙 现在三个选手 获得了巴黎士兵赛 男子单打的参赛资格 同时 像三个组的 剩下两位选手 好赛 樊振东 王浩 陈启 马林年 还将分为两个组 进行循环赛 那么连胜两场选手 将继续有机会 获得巴黎士兵赛的参赛资格 这场比赛为您介绍到这儿 是由黄标和杨颖 在江苏正江比赛现场 为您做几个评论的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